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包括以下内容 明星拜年花样多,笑战邪阴梗,张一星眼霸总,热巴道着祝福 虎年马上到,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喜庆的气息,到处都能听到祝福声 然而还有好多明星们的花式拜年,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呢? 笑战邪阴梗拜年,巧用水果创意满满 在笑战的拜年视频中,只见他端坐在沙发上 面前的小桌子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水果 而这些水果就是他的拜年道具 拿起橙子就是心想事成,捧起苹果就是平安喜乐 两颗草莓是眉开眼笑,一颗红枣是早日暴富 另外还有娇才尽宝,事事如意,不得不说笑战真是创意满满啊 看在他这么用心的份上,这样好吃又有好寓意的水果 大家可要多吃一点哦 张一星花式拜年,霸总文青无逢切换 来给大家拜年的张一星也是另辟蹊径 一个人饰演了多个角色,用不同的身份表达新年祝福 调皮好笑又诚意满满 只见他先是霸道总裁附身,开口就是记住 忘掉过去的不开心,你的快乐,有我守护 还真是有内娃儿了 随后张一星又变成了阳光大男孩 卖蒙可爱顺手拈来,送上的祝福也是活力十足 文艺青年怎么能不淫师一手 当张一星变成文青时,祝福也变成了我只想要你拥有这世间所有的美好事物 最后回归一星本体,祝福也变得接得气了起来 祝大家虎年爱情事业双丰收,工作生活balance 迪丽热巴倒着祝福,财运福运通通道 美艳名利的大美女迪丽热巴也来送祝福啦 她手里捧着春联,祝福大家爱情运,健康运,财运通通道 祝福视频录制到一半,热巴突然开始一直大声重复导 让网友们一头雾水 提醒了几次还没笑过,热巴只好笑着示意工作人员 你倒是把手机倒过来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调皮的热巴终于倒着出现在了镜头中 还得意的说道,你看是不是说道就道啦 相信爱情运,健康运看在热巴这么可爱的份上 一定会降临到大家的家里 TFBOYS拜年祝福,为春晚到祭时 很多粉丝看到今年TFBOYS全员参加春晚时都非常开心 因为三小只近年都在忙着发展各自的事业 也都有所转型,合体的画面非常难得一见 虽然今年的春晚中,三小只没能同台合作一个节目 但毕竟是站在同一个舞台上,也算是同框了 春晚导演组自然也懂粉丝们期待的心情 这部,在春晚到祭时的拜年VCR里,就特地把三小只的拜年视频剪在一起 三个帅哥穿着不一样的舞台服装,散发出同样的魅力和帅气 这就是养成系的快乐吗? 明星们的祝福花样多多,每一个都满是真诚 相信收到祝福的粉丝和网友们都很开心 新的一年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业学业有成 追的明星都能够有更好的作品,越来越火哦 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